成都碳路超大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 七座超大城市 西部有二 一是重庆 二是成都 这两座城市的人口体量 重庆突破3000万 成都突破2000万 这两座城市的经济体量 重庆冲刺3万亿 成都冲刺2万亿 2021年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顶层设计出炉 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 也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 成是自身的责任能及 以及成是在更大版图中的角色地位 今非昔比 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指出 在世纪疫情冲击下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在过去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要求前面 再加了四个字 稳字当头 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像骑着一辆自行车 行驶过程中要不断保持平衡 也只有让车轮滚滚向前才能实现 所以 我们要发展乃至更快的发展 更要在发展中解决遗留问题和当前面对的问题 道路崎岖 成都这辆自行车如何保持平稳 又将朝哪个方向开 2021年12月27日28日召开的成都市委 13届十次全会即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摆了问题 给了对策 划定了探索城市全面绿色转型的新路径 中国70%的碳排放来自城市 到2030年这一比例还将升至80% 城市作为降低碳强度的主战场 对我国整体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全国能源版图中 成都是个特别的存在 它地处清洁能源大省四川 又是典型的能源寿端城市 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0% 成书梳理成都能源发展的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三 份规划发现 进入21世纪以后的这20年间 成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有明显变化 2020年其清洁能源消费占比61.5% 2020年底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为44.2% 比全国同期水平优化不少 但成都的压力依旧不减 新的考题是如何实现低位且高质量的碳达峰 首先 这座城市的碳排放尚未达到下降的拐点 成书从本次全会上获悉 十三五期间 成都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长120万吨左右 尚未显现明显减缓趋势 从能源种类来看 油品碳排放贡献最大 占比达48.3% 且排放量近五年持续上升 其次 成都的碳排放存量削减已经进入瓶颈期 获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后 很多领域都开始转型 比如推进以电代煤 以气代煤 基本实现燃煤 锅炉 痊愈 清零等 成都传统领域的压缩空间已经不大 而且 人口规模增长 势必短期内带来大量碳排放刚性需求 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显示 2017到2019年 成都全是碳排放相对于人口的弹性系数最大 能耗次之 说明人口增长是碳排放持续增长的首要因素 所以 下一步的减碳空间 就描向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都提出 以空间 产业 交通 能源四大结构全方位优化调整为重点突破口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根据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人的说法 建立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城市功能能及相适应的空间结构 能从根本上提升资源 能源利用效率和城市节约节约 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在此基础上 成都将城市而上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树立未来发展优势 到2025年 绿色低碳优势产业进入加速发展期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保持在25%以上 交通则是重点优化领域之一 成都碳排放统计数据显示 全市交通领域贡献了28.67% 仅次于工业 针对交通领域的结构调整 成都提出 提高铁路货运量占比 增加城区公共交通 占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以及绿色出行比例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提高新能源车辆保有量 并同步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相关税费 路权停车充电 差别化收费等配套政策 优化充换电及加轻基础设施布局 力争到2025年 成都全市新能源车辆保有量达到80万辆 而能源结构优化 将进一步促进发展动能转换 治理方式转变 支撑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为此 按照成都设定的目标 在2020年基础上 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提高 到50%以上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一座超大城市要使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得在城市发展 经济增长和降碳减排之间走好平衡 绿色发展 一定需要相匹配的产业来支撑 对当下的成都而言 农业规模化发展不足 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还不够强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 传统服务业档次较低 优化产业结构 成都尤其强调提高工业占比和能级 从全国来看 因为要素成本上涨 工业产能过剩 环保压力加大 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困难等因素的影响 许多城市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 工业占比下降 同样发生在成都身上 更重要的是 藏在那些总体数据平均值之下的 还有工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比如 按照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 成都工业用电量增长12.7% 工业增值税增长7.7% 整体来看 增是可喜 但是细究发现 三年的用电量为零的低效工业用地 占总工业用地的比例不小 全市工业用地占供给相对不足且分不零散 这些产业空间与产业需求的不匹配 也彻走着工业的能级、质量提升 据测算 当GDP卖过2万亿元台阶 城市经济总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就需要新增810亿元的硅上工业产值 相当于新增200家规上工业企业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 始终都是城市经济的金股 全会上提出 聚焦强2、U3重点安排 建墙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群 更重要的是 在全会召开前 成都还专门开了一场成都市产业 建圈强烈工作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 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产业建圈强烈行动 提出包括前期谋划产业图谱 引优与强益链主及龙头企业为抓手 优化营商环境集聚要素资源 拓展产业空间提高利用效率等四大措施 以此解决产业发展在能及质量 协同水平、项目支撑 要素集聚等方面的问题 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近年来 成都城市格局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跨越城市东原的龙泉山 从两山加一城变一山连两亿 然而 随着人口快速急剧和城市快速发展 一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暴露出来 比如中心城区与郊区市县差距较大 以2021年上半年数据为例 成都市23个区县中 高新区以1393亿元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的金牛区为738亿元 两者GDP相差650亿元 蒲江县与东部新区 分别以93亿元和50亿元的水平 排名垫底 看人均GDP排名 低的城区只有高新区的九分之一 又比如 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分布不相匹配 成书从全会上了解到 成都一些街道的人口密度高达6.5万人 每平方公里 人口高度急剧 对应的却是医疗 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配套不足 基于这些现实矛盾 全会提出中新城区城市新区 郊区新城的功能优化思路 这三类城区有一个共同的命题 就是基本功能就近满足 核心功能相互支撑 一方面 包括交通 居住 教育 医疗等在内的城市生活基本功能 要就近满足 优质均衡 眼下 无论是劳动力人口近郊生活 是中新工作的中百事迁徙 还是中新城区人口聚集度高 人均公共服务配套少 都是城市空间不够均衡的表现 为此 成都提出 要以人的需求为导向 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向多中心 组团式 网络化转型 关于完善基础功能 成都市政协党组成员 机关党组书记杨东升提出建议 统筹城市公共服务 产业布局 项目招饮食 希望能够打破行政区化界限 更多地考虑到区化边界周边人民的需求 补其生产生活的短板 另一方面 诸如科技创新 产业发展 门户枢纽 现代服务 乡村振兴等核心功能 各类城区则要放在全市 全省乃至全国的事业下去 找到自己的坐标 各展其长 互为支撑 具体来说 中心城区要推进城市更新 推动两页融合 疏解非核心功能 提升一居一夜的品质和现代治理的能级 城市新区则要以优化发展环境 提升产业能级 深化科技创新 推动植住平衡 完善配套设施为重点 郊区新城的重点是生态价值转化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完成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 在成都的设想中 当基本功能与核心功能相互交织 各城区互为支撑 才能共同推动这座超大城市的整体跃升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 城市治理得好 社会才能稳定 经济才能发展 2100万常驻人口的城市管理 更需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 当台风烟花刚刚登陆 内核水位、雨量 立交下积水深度等数据就可以立即收集完毕 并实时更新、动态监测、智能分析、快速预警 日常的栈道经营、垃圾成堆 环境污染等等城市运行的细节 都能第一时间掌握 作为上海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区 浦东新区打造一个城市运行智慧管理平台 把纷繁庞杂的治理信息归龙统一 成了全国的新样板 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 成都还有课药部 比如城市里使用了30年以上的燃气管道 有没有分布图 这些管道有没有安装感应器 能不能实时掌握燃气泄漏的情况 又比如水道的排污口 有没有一个系统能够监测污水排放情况 诸如此类 城市是一个复杂巨系统 全会上反复提及一个观点 要把日常的工作做到极致 一出现问题马上能应急响应 才能助劳城市安全运行的底线 其实 这些工作也没有什么捷径 不外乎就是常态化排查 构建风险感知系统 专项整治 完善应急处置越岸 安全意识教育等等 防患于未然 城书了解到 成都已经加大了上述工作的力度与强度 并提出以智慧融成系统建设 牵引城市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 公共管理 比如 在提高城市移居性方面 大量运用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技术 不仅为市民休闲健身 家庭聚会 娱乐消费提供了更多应用场景 也改善了空气和水资源质量 保护了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方面 成都将柔性观照渗透到城市规划 建设 管理 运营 推动智慧化养老服务走进家庭 开展电子证照服务 让老年人更便利地享受优待服务 可期的是 这座城市正在不断梳理 治理短板与空白 通过落到实处 做到极致的工作 实现大城的重管 细管 治管